踢次路口右手邊的富人 突然軌切左轉 後方機車煞車不及追撞 接著失控撞到路邊民宅 當場被動胸口撞傷 痛到痛苦蹲下來 被動車禍發生在新竹市 富人受到輕傷 而另一名騎士 機車車可壯烈 台中市則是轎車右轉 沒有禮讓後方執行車 機車騎水溝蓋超車被擊落 騎士檔廠盆飛出去 女駕駛下車後立刻報警 類似車禍也發生在這個路口 轎車疑似逼住死腳 沒有發現後方有機車 突然右轉彎撞倒雙載機車 雙方駕駛 檢檢放肆以呼氣腳測 均武營九十前四 開車在六一快速道路 對向一領車經過 但後方卻有個輪胎 不停的彈跳 還越過了分隔島 差點就砸到了路過車輛 民眾開車起車上路 轉彎前要多注意 不要突然鬼切 後方車輛會來不及下車 撞到民宅或摔車 恐怕要承擔比較多的 肇事責任 記得綜合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請坐